他本来的学术研究会就要纳入规约里面的 那所以说刚好这个的关系 所以又到了我们马上要发应聘书的情况下 才会造成这个大家的一个误解 一名中学的校长终日出面 表示日前的争议都是无回一场 新竹县一名高中 爆出校方擅自修改教师的聘书内容 变成减薪条款 还有10名教师被解聘 周二师生家长还北上教育部抗议 指控校方对教师打压 以及各种强硬的评约内容 一名中学校长说不是不面对 而是不想扩大 也没有不开校务会议这回事 我们的国高二的有办六月底 有办这个校外教学 所以我们在6月13号的这个 提出来的临时这个行政会议里面 就提案就是6月30号的校会延到下个学期出 校务会议虽然年后召开 新聘书已在8月4号即发 没有无故解聘老师 至于检心问题 校方说早在97年就开始实行 但老师仍是有些不满 在没有召开校务会议讨论聘约之前 就已经有10位老师受到解聘了 因为聘约不合一的理由把我们解聘 那难道是要解聘之后才要开校务会议吗 片面讲的是什么心思打折的那些 没有啦 我们讲的解聘 其实在8月3号的协调会里面 其实我们在4号就已经重 重寄了这一个新的应聘书 相对前几天相应不理 校方大动作拿出文件资料证明 绝对没有老师指控的那些事 校方希望检心解聘的风波 能尽快划下去点 明显黄昭康新主报导